据香港媒体报道,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半奖典礼昨晚圆满结束 樱花电影凭借无双及红海行动获得共10个奖项 其中由钟文强指导周仁发、郭步成等演出的无双 以荣获最佳电影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编剧、最佳摄影、最佳剪接、最佳美术指导、最佳服装造型 共计7个奖项 荣登本届大赢家 林超贤指导的红,则赢得最佳动作设计、最佳音响效果及最佳视觉效果三个奖项 成绩不俗 而老板杨守成,其两篇团队于庆功宴开怀欢聚 出炉最佳女配角慧莹红亦有现身 与影后宝座擦身而过的蔡卓妍 也于欢呼声中大方亮相,不失大将之风 的存在 哦